9月2号是北京电影学院新生开学报道的第一天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中国演员导演的摇篮 在每年新生报道这一天 都会成为媒体们关注的焦点 今年北京的明星考生仍然很多 其中就包括TFBOYS的队长王静凯 和X9少年团的成员郭子凡 一大早北京电影学院门口就围满了媒体记者 和希望能近距离接触偶像的粉丝 也有不少粉丝进入校园里 端着相机等待偶像的出现 经过一上午紧张有序的新生报道 王俊凯也并未现身 有消息称今天王俊凯并不会来报道 不过虽然王俊凯人没来 他的宿舍已经先一步遭到了曝光 王俊凯宿舍内按照惯例 就足以表演戏的王俊凯被安排在第一公寓807宿舍 王俊凯的室友颜值都不低 其中就有网剧《龙日一》《你死定了》的主演邱志杰 室友2号陈泽轩以前约公司 室友3号号附身 是个小小土豪 室友4号宋金号堪比谜一样的存在 目前为止除了知道叫宋金号以外一无所知 记者采访了几名前来守候的粉丝 他们表示知道电影学院的报道日期 是9月2、3日后 就早早做了准备守候在这里 今年北电的新生报道日管理格外严格 没有学校发放的影星工作证 一律不许拍摄 也有不少粉丝中途被学校保安请出校园 不过他们表示今天王俊凯不来 他们明天还会守在这里 谢谢 谢谢